移租舅父強姦,南非綠洲大女英偽台 慘租舅父郵輪的鞭女,來自甘巴利市 上個月17日才出生 在星期二晚,她媽媽將她放在床上之後 就出去聽跟鞭女的婆婆看電視 但突然聽到阿女哭聲 一望才發現阿女失蹤,窗簾沒了連窗都爛了 婆婆之後聽到後院間屋子傳出哭聲 一開門,見到自己24歲的兒子拉著庫簾逃走 其他親戚聽到婆婆大喊趕到現場 見到鞭女全身赤裸,將床佈滿血跡,立即救人 當地居民後來捉了舅父,還想殺了她 婆婆幫她求情,說兒子精神有問題 警方將她拘捕,已經在星期四提堂 鞭女現在情況危態,深切治療佈留醫 她媽媽大受打擊,說不到話 南非是全球強姦罪案率最高的地方之一 根據當地警方數據 去年就有超過6萬宗性侵案件 其中四成受害人,還有小朋友來